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公子 这座桥叫白月桥 在华阳八景之中独占了两栖之地 一座桥能成为两种井 是啊 早晨的朝霞倒映水中 灿烂的朝霞如同鲜艳的玛瑙 烘托着这座洁白的月桥 这一景就叫做玉带树玛瑙 夜晚明月倒映水中 远远望去防徽条银龙在探取明珠 这一景又叫银龙探明珠啊 这座桥通底是用汉白玉筑成的 据辅制记载 此桥出于宋代一位造桥名将之首 只花了三天就完工了 传说大诗人苏东坡游历至此 被这里的美景吸引 辉好提示 这多情乃恨七夕短 便将雀桥玉雕成 王母应回少一计 无奈何汉从此通 洪公 那你为什么还不快快 把这座桥买到你的店中啊 我买这座桥干什么 宋代的桥东坡的诗 他可不是华阳城中一件 最大的古董吗 客郎 你真是会开玩笑啊 这么快你就要走了 客官 你慢走啊 好好 客官慢走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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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工钱的日子 都过了三天了 我娘有病 需要钱治病 家里一文钱都没了 您把这年的工钱给我吧 给你工钱 这 当然该给你工钱啊 可是你别忘了 当初咱们是先说好了的哦 一年下来 你要完成一件我交给你的活儿 你做不了呢 工钱就没了 老爷 您说让我干什么吧 谢梁 来 你用这个竹篮子给我打水切茶 老爷 竹篮子 竹篮子不能打水啊 废话 能打水还用你干什么 去吧去吧 快点做完 好 给你工钱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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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先生 您刚才念的诗 真的是苏东坡写的 传说而已 借东坡之名 已轩然景色罢了 看来咱们华阳府历来就有制作假古董的传统 所以洪老弟这样的行家也被一只假香炉给骗了 快别提了 若不是磕了出马 那只假香炉可就把我给骗惨了 公子为何来挡我的赤裸 小哥原何这样边走边哭呢 我 我自顾仇事与公子无关 请公子进一步路让我过去 小哥有何仇事不妨说来 我们也许可以帮帮你 你们帮不了我 能帮我的只有一个人 可惜他又不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去找他 什么样的仇事 只有那个人能帮你 那个人又是谁 那个人就是古城的柯拉公子 你们秀什么 你们秀什么 小哥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 我 我是吃骨斋的伙计 我 我叫谢良 吃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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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东家济和可是大有来头 啊 有什么来头 你猜猜看 他姐夫是何许人也 就是方之府 哦 原来如此啊 这吃骨斋本来是一家老字号 专营各种古腕玉器和名家书画 是本城最有名的古董店了 不过原来的东家姓梅 自从方之府到任以后 也不知他的这个小舅子用了什么方法 竟然是梅老板将店铺见价盘卖于他了 哦 气人 哎小哥你把事情的原委细细的再说一遍给我听 嗯 我平时既要照应店里的生意 还要替东家做日常杂物 当时讲好的 从我近代那天算起 买一年结账 我的工钱是二十两银子 苦累受气就不用说了 可现在该结算工钱了 我娘又得了病急需用钱 谁知我跟东家要钱 他 他就黑了心要刁难我 他究竟是怎么刁难你的 当初他叫我签一份文书 其中一条说要结算工钱时 我必须完成东家交代的一件事 我若能完成工钱之外 他再加十两银子 我若是不能完成 那 那他就一文钱也不用付给我了 我想 他能有什么难办的事呢 十两银子对求人来说 又是个大数目 所以 所以我就答应了 没想到 他竟然 是让你用这竹篮子打水 是啊 他说 谢良啊 你用这竹篮子 给我打水汽茶吧 你若是能办到 我立刻就给你三十两银子 可 这根本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吗 此事好像很难 其实 倒也容易办到啊 容易办到 从古到今 谁听说过 这竹篮子 能够打水啊 你别急 小哥 红公 红老前辈 我听说 城中富豪之家 有的挖有很深的地窖 冬天窖内 除藏寒冰 以备盛夏 消暑之幼 是不是这样 不错 开贤庄的龙老板府中 就有这样的冰窖 那么 能不能从龙家 买到这一竹篮的冰块呢 公子 你的脑筋转得太快了 老朽佩服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好 谢良 你这就跟陈老板去买冰块 然后拿着这一篮子冰块 借你的东家去 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多谢公子指点 多谢陈老板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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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水给你打来了 你用竹篮子打水来了 嗯 老爷 您看 这不是一篮子水吗 这哪是水 这是冰啊 冰怎么了 冰化了 不就是水吗 这 好吧 算你有理 那你就用这个给我沏茶吧 艾太呢 先把糖衣给我收了 老爷 我要赏万古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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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您要的茶 看到桌上的茶杯没有 小心点 把水倒里边给我端过来 是 是 老爷 您要的茶 老爷 你这个混账 蠢货 瞧瞧你干的好事 老爷 您这 我这茶杯非同寻常 它是跟唐三彩一起出土的 它是价值连城的古董 老爷 您 您别吓唬我 这 这可不是唐三彩 这是咱们锦德镇的瓷器 锦德镇的瓷器你就赔得起了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买来的 四十两银子 这 这 这不可能 拿银纸茶杯 值这么多钱的 您 您 您分明就是想赖我的工具 胡说 你敢说老爷我赖你的工钱 那好 咱们上衙门说礼去 不 不 老爷 不 好 不去衙门也行 扣你一年的工钱 大婶啊 您不用愁 等谢良领回工钱 你们家的日子就好了 不是吗 可是他去了这么久都没回来 只怕这位继老爷的钱 不那么好挣啊 有什么不好挣的 文书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吗 知府是他的姐夫又怎么了 他就是丞相的亲爹 也不能赖账啊 请记得真是一个天大的混账啊 你做生意 坑蒙拐骗 那就不说了 居然连伙计的工钱 也变着盘扣 你还是个人嘛 我找他算账去 鸿公 此事不可用强 先坐下 咱们从长计议 我哪做得住啊 这 这 是啊 他说谢良打碎的茶杯 没人可以给谢良作证 事情闹大了 闹到衙门 方知府这样的东西 能秉公断案吗 茶杯值多少钱 还不是兴记得说了算 孩子 你拿着这个 回去给你娘治病 哦 啊 真可 来 我也算上一份 哦 别哭了 孩子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两位前辈 谢谢两位大人 两位前辈 宅心仁厚 慷慨解囊 万圣十分佩服 不过这口气 不能就这么给咽了 嗯 柯朗 你又想出什么好办法了 办法倒有一个 不过 还需要洪宫 鼎力 相助才行 说吧 只要能惩治性剂的换一种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嗯 谢良 嗯 你先拿着银子 回去给你娘治病 嗯 明天晚上 到洪人当铺 我教你一个惩治东家的办法 多谢公子指点 谢谢二位大人 这是我求洪宫帮忙做的 灰州雁台 是地理道道的假古董 洪宫手段高超 这皇谷的雁台 做得十分逼真 柯朗 郑重声明啊 这是公子你求我做的 我可没用假古董骗过别人 哎 洪宫 咱们这是行善 不是骗人 谢良 这雁台盖子 你小心收好 等到有一天 你的东家 高价收购这纸盖子的时候 你再拿出来 明白了吗 我明白 可是 这东家鬼得很 他怎么会高价收购 这一纸雁台盖子呢 哎 这你放心 他一定会花高价 买你这纸雁台盖子的 嗯 嗯 嗯 清凉 快出去 没看见有贵客来了 来喽 公子 里面请 嗯 好 公子雅浩辞到 雅浩不敢说 随便玩玩而已 说得好 说得好 随便玩玩才是真正的行家 本店专业民家书画和各种珍惜古怪 公子想看什么尽管开口 听说八辅十七周内 吃苦债排名三甲 我是特地到你这儿来的 没错 没错 公子你来对了 八辅十七周内 持古斋说自己第二 就没有别的店敢说是第一了 这方燕是宋代大诗人苏氏当年用过的 苏氏你知道吧 知道 知道 就是苏东坡嘛 你这燕是苏东坡用过的 是啊 苏东坡有个好朋友 叫袁兆法师 是一代高僧 这方燕就是他送给苏东坡的 苏东坡非常高兴 特地为这方燕写了一首长诗 你看 这燕台底下就有苏东坡 亲手雕刻的两行诗句呢 一点不慎 坠东海 龙望惊讶 乌贼多 你不信啊 我把那首长诗背诵给你听 老夫种植物在东坡 听此诗风倒也略有东坡古意啊 什么叫略有东坡古意啊 这本来就是苏东坡写的 到底是不是苏东坡的诗和他用过的燕台 我得考证考证 公子要先说一个价钱让我听听吧 你以为我要把这燕台卖给你啊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不卖 那公子上是 这燕台原来还配有一个盖子 我到处跑 就是为了找这只盖子 我若是敢把这帮燕台卖了 那我也就离死不远了 卖了它 公子就有性命之余了 跟你说吧 我是伺候王爷的 一个奴才 王爷对着燕台碍如掌上明珠 美中不足的是 缺少了原配的盖子 所以王爷派我出来寻找 若是有人能找到那只盖子 王爷愿意黄金千两相谢啊 我能找 我能找啊 你能找 你真的能找 你怎么找啊 我想办法就是了 公子 你一定要把这个机会留给我啊 你没有燕盖吧 我看你连听都没听说过 我为什么要信任你啊 公子 我告诉你啊 我姐夫是华阳之父 他可以帮我呀 咱们是一家人 今后可以互相多关照关照吗 那好 赵王爷的吩咐 我给你留下二十两银的坐定金 限期三个月 燕台也留在你这儿 你要小心啊 丢了燕台 谁也救不了你啊 公子放心 公子放心啊 还有 你要记住 那原配的燕盖上 也磕着两句诗 是传听未稳 歌未落 莫相近时百花折 这两句 你可不要搞错了 好的好的 我记住了 公子赏脸 让我略备薄酒款待公子啊 谢了 不打扰了 我还另有别的事要办 再见 公子走好 公子走好啊 你一向吹嘘自己是古董行家 竟然看不出这燕台是真是假 我看是真的 这燕台确实灰燕 看其行制与其磨损的程度 当有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 陛下刻的字也和苏东坡的书法极为相似 最关键的是 它是真是假 咱们都没有损失 它留了定经不说 找到原配 黄金千两 咱们看书法和诗句 确实很像苏东坡的 最要紧的是找到了原配燕盖 咱们就能跟王爷搭上关系了 他说没说是哪位王爷 我问了 可是他没说呀 这 诸位王爷之中 有三位雅浩金石书画 成就也不可观 客官 吃饱了吗 吃饱了 十五个麻前 你慢走啊 好 这年头真不知道什么东西值钱了 一个燕台盖子就值百两的文银 你懂什么 那不是普通的燕台盖子 那是苏东坡用过的文物啊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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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让一下 谢谢 请让一下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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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账 你不好好干活 跟着起什么轰啊 老爷 我这儿有你要的那个燕盖 胡说 你这个穷鬼哪里能有这种宝物 是我爹留下来的 我爹原来也是读书人呢 此话当真 嗯 我爹在世的时候 就是个读书人嘛 哎呀 不是问这个 我是问你那个燕盖 嗯 我说不准 他是不是就是老爷想买的那个 但我记得爹曾经说过的 我家的那只燕盖 是苏东坡的遗物呢 那你还摸在什么 快快回去拿来啊 哎 不忙不忙 我啊 得先跟你们讲好条件 讲什么条件 那只燕盖啊 一百两银子 我可不卖 嗯 哎 你的 那你想要卖多少 嗯 文银二百两 嗯 做梦 哎 你贤鬼 我还不想卖呢 哎 哎 你给我站住 哎你回来回来 回来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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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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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两啊 就二百两 嗯 可是 如果那是假的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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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助我爷 天助我爷 哈哈哈 老爷 嗯 夜台上的两句诗 您可看清楚了 嗯 嗯 传听未闻 歌未落 莫香竟是百花扯 嗯 相配 相佛 哎 老爷 银子呢 你不拿银子 我可就把燕盖拿走了 啊 银子啊 我给我给 等等 等等 这 这 这 谢良啊 城外的路颠簸慢一点 不然你娘啊受不了啊 嗯 我知道 您放心吧 哎呀我放心 有克拉公子陪你们 我一百个放心 嗯 公子啊 哎 你救了我们娘娘 还要再麻烦你 真是过意不去啊 大师 快起来吧 哎 不麻烦的 嗯 我也正好 要到长孝县的卢举人家 去见书嘛 到了长孝县 我领阿良到祥云客栈 让他在王老板那里做工 我跟王老板有一点交情 他会帮你们的 哦 哦 谢谢 哎 里面请啊 欢迎啊客官 里面请 哎 客官 哎 住进咱家楼外楼 吃喝玩乐 全不愁 山外青山楼外楼 物美价廉更何求 哎 客官 里面请里面请嘛 放手啊 你别拉拉扯扯的嘛 您是外地来的 这 您就住我们楼外楼吧 对对对 全城就属咱家客栈最好 吃方便 住方便 您想玩什么也方便啊 哎 谢了谢了 我来你们长孝县 一向都住在祥云老殿 啊 谢了谢了啊 客官 客官 快走 哦 废物 黄半钊 你 你说什么 哎呀 黄半天啊黄半天 我叫你改名叫黄半钊 上次你出了个什么跳蚤技 没把小云客栈弄到手 弄得赔钱又坐牢 现在好了 恶民在外 咱们这个店呢 准备关门大吉了 嘿 老子这两天啊 已经想出了一条妙计 现在就等着帮手 这一次我一定要出了这口恶气 给你看看 这 哎 你可别再偷鸡不成十八米哦 哎呀 你们女人家 逗什么 老爷 黄半天求见老爷 嗯 他来接我 他还接我干什么 小的不知道啊 反正呢 他带人 收来了很多礼物 管家 已经替老爷收下了 那就让他进来吧 是 请他进来 是 吴大人有请黄云外入见 吴大人 在下 这一箱有礼了 是你啊 你我之间何必如此客套 请坐 哎 哎 哎 大人进来可好啊 嗯 还凑合吧 哎 哎 哎 你有些日子没来了 哎 是不是因为那些案子 怨恨本宪了 哎 哎 哪里哪里 奇感奇感 我也知道大人当时是受制于磕了那小子 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 我这阵子啊 是忙着身意上的事儿 没腾出身子来 这不我一抽出功夫就来拜望您了 嗯 不敢当 你你你这是做什么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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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哦? 就是大人您的寿担了 五支野鸡 三檀老九 只是一点小意思 再加上这二十两金子 算是在下的贺礼 亏你还记得本县的生日 这怎么好意思啊 让你这么破费 大人 你我之间还用得着客气吗 那是那是 不过 无功受禄 寝食不安 贤弟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本县能办的一定成全于你 大人 我这次是专门给您助手来的 往后有事仰赖大人 我呢 另外在家酬谢 有事本县自会帮你 别说什么仇谢不仇谢的 来 来 来 贤弟啊 你这次肯来帮我 那鱼兄的计策一定能成功 哎呀 你我弟兄是什么交情吗 何况小弟还欠大哥的人情呢 大哥的信一到啊 小弟立刻就来了 贤弟啊 你先帮我把祥云老爹弄到手 然后我就帮你把柯拉整垮整死 好啊 我觉得大哥的计策真是妙极了 贤弟 你过来看看我准备的东西 来 来 来 哎呀 这么多的黄金呢 哥哥 我要让你发一笔恒财 事成之后 我要让贤弟带着满大连的黄金 离开长孝县 哎呀 那感情好了 我另外啊 还请了一个人来 就是胡师爷 不过他不知道我们的计划 我们把他蒙在鼓里 让他心甘情愿的给我们当个证人 好 客官慢走 慢走 请 请 请 贵客上门了 来了 来了 王老板 发财啊 胡师爷 网冤外 是什么风把您二位吹到我这小店来的 我跟这位朋友谈成了一笔大声音 我呢 请他出来喝酒庆祝 不巧啊 正好遇到了胡师爷 就把师爷也拉来了 这位朋友 听说你们店里 有四样名菜名点 远近迟名 非要来尝尝新意 哎呀 过奖过奖了 几样小吃而已 算不上名菜名点 三位 里边请 客官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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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板啊 我跟黄兄做生意不是一两次了 没想到他这一次开价开得这么高啊 一对蓝群玉币就跟我要六千两啊 啊 这这这可不行 师爷 要不是遇到您呢 我就走了 我叔叔他有的是固万玉器 就想买两件稀罕的玩意儿送给汉林爷 可是我也不能当冤大头啊 黄半天 什么样的玉币你要人家六千两啊 师爷 师爷 我骗谁都可以 我能骗他吗 我能骗他吗 这 这 这 我的玉币能值八千两啊 我 这 等一下啊 我就让师爷您给过过法眼 您看值不值 来来来来 现在咱们先喝酒 喝酒 来啊 这师爷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们两个去祥宴客战 快把老爷叫过来 就说有急事儿 是 去 走 客官里面请啊 里面请里面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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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老爷 这怎么回事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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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怎么回事 我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那 这匣子里的珠宝呢 珠宝 我不知道啊 我们两个口子刚进来 根本没动过他啊 是啊 是啊 这 大连里的银子 怎么都变成石头了 三个客人 在你们店里中毒昏倒 珠宝匣子空了 大连里装的既然不是银子 而是石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还不从事招来 非要本县都用大刑 妈 哎呀 青春大王爷 冤枉了 老爷 我们不行冤枉啊 我们是冤枉的 啊 你们还敢喊冤 真是雕丰无赖啊 啊 大人 胡师爷他们几个啊 经过郎中抢救 已经苏醒 在门外厚照呢 听他们上堂回话 是 三位 请 目无国法 胆大妄伪 吴师爷 黄元外 唐先生 你等近前将案情详细说来 是 大人 我上街办事 入狱黄元外 他要请这位唐先生喝酒 是 是 是 便请我同往 大人 在下和这位唐先生 要做一笔珠宝生意 一位唐先生听说 祥云客栈的三姜饼和五味羹 是远近驰民的美味佳肴 临行前想尝个新鲜 我便请他们去了祥云客栈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这位老板进来说 给我们敬酒 我们喝了他敬了酒以后 忽然天旋地转 昏倒在地 人事不行 这只侠中有多少珠宝 内有高丽珍珠一对 颠岚翡翠手镯 一双蓝天玉璧两块 价值百亿一万八千七百两 对对对 这大脸之中原来装有何物 这大脸之中原有黄金三百两 白银一百二十两 但是这些钱并不够你买黄元外的珠宝 好啊 大人明见呢 我身上还带有银票一万两 我最初只向中了黄元外的翡翠手镯 和高丽珍珠 并不想买它的蓝天玉璧 因此呢 一万三千两银子足够用了 但是黄元外还想把玉璧也卖给我 因为价格谈不拢 所以才到了祥云客栈里边吃边谈 难想到了 此事胡谋可以作证 大门官 那银票还在你身上吗 当然也不见了 王家夫妻 你二人还不快快招来 更待何时 大人 我夫妻天大的冤枉啊 将这雕丸的殿主 当堂重责二十大板 是 大人 冤枉 让开让开 冤枉 手下留钱啊 大人 冤枉 大人 大人 让开我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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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昏死过去了 啊 啊 店主王二收监厚审 店铺查封 富人沾血取宝别去 退堂 退堂 草民冤枉啊 今天大老爷 求您给小的做做主吧 啊 这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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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九品提醒大人 刘公子 您一定有办法的 求求您救救草民吧 啊 阿渔 请来说话吧 谢公公子 这个黄半天 和唐满贯 真是可恶至极 吴大人 也尾时糊涂透顶 哎 有胡师爷在场 案子又出在祥云客栈 也不能全怪吴大人糊涂啊 你先别这么破口而出 想想怎么查清案子要紧哪 哎 阿渔 哎 哎 那个唐满贯 还在长孝县吗 在 这案子还没审完 他恐怕 还得停留两三天 嗯 哎 有没有人看见你来找我 嗯 哎 只有老板娘知道 嗯 老板呢被关在牢里 他 也应该是不知道的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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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爹 嗯 我想请您将丁斑头 和那两个牙医借给我 嗯 这 哎 哎 哎 不妥了 爹 妥当妥当 天下哪有比救命更要紧的事啊 现在情势紧迫 您要再犹豫的话 那可就来不及了 爹 非常时期 有非常的做法 好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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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了 嗯 千万别弄出什么乱子 爹可收不了场啊 爹 我会掌握分寸的 嗯 阿语 嗯 你赶紧准备好五口大瓮 到时候我有用处 嗯 好 少爷 走走 哎 哎 各位等一下 哎 不知各位想要干什么啊 我们要进云外爷 呃 呃 那我进去通报一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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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袁婉爷 袁婉爷 不说说 袁婉爷 惊扰了袁婉爷 实在抱歉 不过 我们得到了长啸县的消息 说令侄 说令侄堂满贯 打着您的旗号 在长啸县招摇撞骗 已被长啸县的衙门逮捕 我们来跟您核实一下 没错 满贯去长啸 跟老夫没有任何关系 我从来没让他去长啸 果真如此 这个唐满贯 那他为什么说 是您让他去收购珠宝的呢 胡说呀 真是 他前天接到了一封信 对我说去长啸县 拜会一个朋友 我自然没有不让他去的道理啊 就这些 别的老夫一概不知啊 那那封信呢 有了那封信 就可以完全洗脱您的清白了 好 你们等着 我这就去给你们找找看 吴大人 吴师爷 此案若是如此审理 你们两位可就大祸临头了 你又来吓唬我了 王尔夫妻平日为人素有口碑 而黄半天却屡有前科记录 此其一也 王尔夫妻纵使有谋财之心 也断然不会在光天华日之下 当着众多客人 在自家店中公然下毒 此其二也 若要蒙此巨额钱财 必定既已害命 否则对方醒来 他如何躲得了追讨呢 因此王尔夫妻不会用蒙汗药 此其三也 大人派捕快搜查王家 未见失窃的钱财 所谓抓贼而无脏 此其四也 你一上来就是一二三四闹 我怎么办 案件上报知府衙门 张大人明察秋毫 哪容得了你们蒙混过关 案情一旦大白 大人您有王法失察之罪 而胡诗也 胡诗也 胡诗也 必有被人利用伪证乱法之邪 您再看看这封信 这是黄半天前天写给唐满贯的 约他来长孝县 约他来长孝县 说有机密钥匙相伤 这哪是做生意 这分明是御谋陷害王家 我等确实在祥云殿中中毒昏迷 这又如何解释 我看根本就是黄半天 他们自己在九州下蒙汗药 然后借此讹诈于人 您有证据吗 师爷 你怎么如此糊涂 我若是拿出证据来 你和吴大人会有何下场 我是为了二位前辈考虑 才不想拿出证据的 你们自己再合计合计 是吧 万生先告辞了 提醒大人 且请留步 吴知县 吴师爷 万生严禁于此 多说无意 就此告辞了 这 这小子说的没错 应判我王儿夫妻有罪 唯击你我前程 改判唐半天讹诈 我又收了他的礼金 尤其这里面还夹着一个唐满贯 他是唐汉林的侄子 本县如何开得起 这都怪客了 没他出现 事情就简单了 可是他出现了 你是我的师爷 你说 该怎么办呢 那 我明天请他到宫堂上 凡事听他的主意吧 我怎么想你这么个废物 对 大人 祥云客战的礼品送到 帮你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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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小心点 大人 王二家的人给您送礼来了 给我送礼 那五支大瓮中装的想必都是金银 我想至少有上万两 那这案子怎么判 你问黄半天和唐满贯 事先是否早有约定 唐先生 在 你来长啸县 是不是事先就跟黄元外约好的了 没有没有啊 我奉家属之命来长啸 黄元外事先并不知道 我们之间哪有什么约定啊 现在怎么办 他显然是在撒谎 大人有黄半天那封信为证啊 撒谎 本县这里有你二人之间的信件为证 啊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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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端端的 它怎么变卦了 对啊 你没看见抬进去的那五口大瓮吗 那肯定是王家搜的金银 这个老婚官 呸 想不到王二家这么有钱 又这么舍得花钱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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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是什么金银 这里面砖的都是水 凉水 对不起大人 晚生忘记告他们加热 你这是在耍我 晚生啊 这是在赞美大人 大人观青如水 执法如山 必定能得府台的嘉奖 这 这 这 对啊 对啊 地上的云彩 还是那样白灭灭 地上的小花 还是那样流产产 大人 落了的心事 今夜又生气 不老的街市 包括树西几年 突进的歌谣 传承到今天 表远的故事 说远也不远 小小的空心 战属着指挥 尽不如长出美丽的语言 哦 哦 你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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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